中国努力金字区 老爷买得行锲 政府無量禁止警 最愛精神開場 反正 我們密室都一定會站起來 大家不站起來 繼續 反正事態之路 反正正家醫療收局 罐之十一 但是 實減中安 越南都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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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聖家醫療收局 反正正家醫療收局 武警警員 慧慧 市民掌握 各位說話 武警警員 一個沒有市民支持 一個沒有市民信心的政府 是不會管得長久的 所以我這裡是告訴香港的政府 如果你仍然都是 不聽香港市民的聲音 不聽基層的聲音 不幫基層手度過這個經濟的難關 但仍向基層市民開刀的話 將來的政治效果 是特區政府自己會承擔 承受的 但政府的財政赤字嚴重 如果不及時解決 就會影響投資信心 拖慢經濟復甦 我們估計 我們估計200-2003年度的綜合赤字 達到700億元 比原來估計高出248億元 主要是因為政府收入較原來預算 預算減少19.3% 預算減少291億元 非經常收入大幅下跌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5.3% 匯罪人才是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石 承受里面的攻擊 殖部產生產總值的 青江投下跌 市民商illa 復習新出ule 市民建立的經濟的經濟 抑制造但建設辦法 會教我 代表甚麼 第二次,政府必須繼續在政策上作出配合 美國雖然會面對龐大的赤字 總數亦都不超過生產總值3% 而香港的財赤已經達到5.5% 如果情況繼續變壞 有可能導致資金外流 帶動利率抽升 打擊經濟復甦的勢頭 甚至觸發金融危機 我們現在正在嘗試香港政府 去反制或去反制他們的決定 去減少國外公助員的免費